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特亚花样 在我身边是几颗柴花网的 但是年前进一个柴花网还收了几颗 没有给它换盆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正好是换盆的季节 今天我教大家怎样来给柴花整出来换盆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好的盆子 必须保住它的同肥性强的盆子 接下来我们把肥虹给它盖个人的形 为了保重这个叉花不烂灵 我们给它用这个土石笼 变好以后可以做用这个石笼 保重这个盆子的土肥性 因为叉花这个盆子很容易烂灵 接下来我们给它选择用图 这个袋子叉花的用图 你必须用这个土肥性比较强的这种 我用的是这个怨图和这个肥虹图 讲好这个梅胸长 按这个鼻里给它按这个耳鼻一鼻一流行 然后我们把这个盆子给它垫上一部分图先 大概你给予原来这个盆子的高度 你给它把这个土给它垫到一定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卡号盆子插花棒子 你给它把这个周图的这个土啊 最好是给它取上一部分 它因为它用这个红图啊 比较板减 你来到这个 那北方你带到这个盆子里 它这个土肥性不好 很容易导致这个产花烂灵 然后我们把这个缺好图的这个产花给它放在盆子里 给它找到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呢这个孔鞋 你给它添上土就行了 添好了以后呢 用这个蘑菇给它把这个周图给它倒湿它 用水里给它倒湿 这样上面留的这个脚肥的位置 整合有这个有四只 有三四公分左右 给它倒湿以后吧 给它脚肥 再肥你必须得给它脚肥 这个盆子浓浓肥都是脚肥的 脚肥的油厚吧 你把它放到这个油圆框里放 恢复这个正常管理就行了 好了 关于这个叉花正常管分方法 我就给大家介绍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